我是伯格 我选出六支右鸽当中 我把最尖端的和最尖端的 配在一起 得了今天 先欣赏这支鸽 这支鸽应该是一个小瓷鸽 个体是相当好的 环号是2024-06 020-6116 这支鸽是咱家的第三代鸽 它应该是在第二鸽 第一鸽咱们全都送工程去了 因为这些鸽都在晒场 而且是年年飞 在1000米这盆 还有3000米这盆 都可以飞 因为它们直接就主打 就是这些盆 太大的盆咱也没送过 顶多就送过3500米这盆 这支鸽呢 妥到第几文条了 妥 还有五文条吧 还有五文条妥完了 过年大家就可以用 如果家里有主血鸽 配上主血鸽的 但是我这鸽 单鸽质量是相当好的了 这边呢 带一根黄金条 看见没有 因为出这样黄金条 我们家也不说总出 但是今天出了很多 以前出这样的鸽 基本上都是这鸽王的鸽 而且遗传一条 这鸽正在妥毛呢 神态各方面都不错 小黑条盖 这鸽所以单鸽的质量 还有它的遗传特征 都是非常好 我今天就把最好的尖端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带大家看看眼睛 这鸽眼睛是眼智非常的困 眼纱非常粗糙 这是个快鸽的 从眼睛里看 但是呢 眼睛还不成熟 过年比今年还漂亮 这鸽突然毛更漂亮了 这只熊鸽 很多 我发过视频 这只熊鸽很多的鸽问 多少米多少米的 所以我愿意再给它配一个高级的小吃鸽 因为它们还同族相配 我觉得更好 这鸽不用太多介绍了吧 大家都看过 白条黑脚盖那个花头 但是它有三杰式的血 这只鸽子 有三杰式的血 主管号是2024-206 0206-112 咱这都是连号的 全是黑脚盖 这鸽子这种是相当牛叉的 而且它这个家族呢 也都在公团打比赛的 这应该是第 第二屋 因为连第一屋都分享 各种的分享 大概有100余吧 都在公团打比赛 这是第二屋 跟他分享 这样的鸽子 你回家有竹雪鸽子 你就往人家竹雪鸽子搭 如果说没有竹雪鸽子 你就拿我鸽子搭也行 俩搭一起 他搭一起 既能流转 又能沉晒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家族 下来的顺带鸽 那单鸽子个体真好 我让你看看眼睛 这只鸽子 眨眼啊 烟灰的这个眼质 这眼质圈也够困的了 这样鸽子种气都太重 希望有大哥喜欢能收藏 回家呢 配上你们本地的一个鸽子 能回来五百公里的过桥鸽子 你打个一千多门的 到三千多门的小盘 因为都行 喜欢新鸽友 就玩这样的鸽子就行了 起盘能用 今天视频结束了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